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范唐高老师,感谢您来到这个课堂上 在这一个课程上面的教材,那么如果你需要的话,那么请你到这一个我的博客来下载,OK,谢谢 然后这是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也是这个教材,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教材的来源,就是来自这一本我在台湾出版的书籍 台湾称为叫物件导向技术,那么在大陆称为叫做面向对象技术,那在英文上面都简称叫做OOP 好,那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呢,就是希望能够帮这个开发者呢,在这个对象技术上做个一个很好的杂根 好,那可以支援你呢,在整个Android呢,的这一个应用的开发,以及呢,对于这个应用框架,以及底层C++的一种了解 就是Android呢,就是Android呢,基本上是有这个Java的,有这一个 有Java 还有这个C,还有C++,三种语言所构成的 那么,如果在网上,再加上的话,就是在网上,还有HTML5 再配上HTML,还有JavaScript 就是这几个语言的一种组合,OK 那我在这本书里头呢,主要是以Java为主 那C其次,还有C++ 所以我在这边,就整个他们背后 其实呢,包括JS在内 这个背后呢,很重要的都是基于这个OOP的一个基础 来开发出来的,这一个语言 那么我也在这个C的部分呢,我也给他加了一些C的一个Macro 所以也把它变出来,一个叫做轻量级的 这一个OOPC,就是变向对象的这个C语言 所以这整体上面,背后是以OOP为主 那么,如果你想在这个所有的语言当中,把这个基础建好 那么这本书呢,就很适合你的需求 那么这本书呢,还是以Android当成一个背景 当成一个背景 所以呢,你也可以了解到Android背后 这个OOP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个OOP基础呢,帮你定义好这个基本的概念跟技术 让你一方面,可以来支援你未来在Java,C,C++等等的这个开发 也可以让你对Android呢,有顺便的一个很深刻的了解它背后的一个机制 那么未来,你再扣充到HTML Javascript 那这一些概念,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都是非常基础的 所以这是一个蹲马步的功夫 如果你想把这个基础打稳 那这本书呢,就是你很好的选择 那么你如果是想要赶快的做AP 那么你就可以,可能要选择别的课程 你要从Java出发,Java出发 那我这一本书呢,是选择从OOP出发 OK 所以呢,这本书是必须介绍OOP的各项观念 以及它对应到Java机制 还有C++机制呢 等等的 这个对应关系 然后呢,就以实际的例子 因为谈概念嘛 总是要拿个实际的例子来 让你更深刻的去理解 所以呢,我就以Android平台 就是OOP 在Android平台上面的角色 跟它的应用 来帮你做说明 所以在每一章 第一开始就是先介绍OOP的观念的技术 再来用Java来说明 接下来用Android来跟你说明 OK 所以就是每一章都有这个三段的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所以Android本身是基于一个框架 就是Framework的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面向对象技术的应用 所以本书呢,有两种用途 一种用途就是 帮你建立很好的OOP的底子 让你能够呢 深刻的去了解Android背后 它的这个设计的概念 那再来应用这个范例 来让你领悟OOP的这个哲理 OK 那OOP到现在 从1980年代 从1980年代 到现在 这个 2013年 这个快2014年 所以都是 这一个OOP的精神 整个都还是 在这个Android平台里头呢 扮演最核心的角色 那么 这个前者呢 这里就是 来应用 来理解这个 所以是比较平工法 那这边是要倒过来 让你去了解 这个OOP的 这种心法 两者呢 相得一张 所以你能够在 这个 手机 电视机 车机等等的 做出好的应用 产品 那么 也可以应用在 软硬店的开发 就是 像这个C++ C的部分 那 这样可以让你呢 有更好的 一个基础 能够 迈向 更好的 这一个 在工作上 的一个成果 登上 你在这个IT产业 一个生 在这个工作生涯上 上面的巅峰 OK 好 那么在第一张呢 只要是帮你介绍 面向对象的基础概念 就是 有包括什么是OOP 什么是对象呢 对象的分文 别类 那再来 就是以Enjoy当 一个背景 说明 以view为主 就是UI的view 那说明呢 对象的组合 还有这一个 对象呢 可以 包括自己 这叫做 这个 饼包饼 大饼包小饼 那 还有说明 这个view group 跟view 之间的关系 还有自己 来定义自己的view 还有修正 button 等等的 这都是 以Enjoy 对不对 背景 来说明 这个对象 是什么 那像这个 button 就是一个对象咯 OK 好 那么 第二张就帮你描述 这个自然界 跟这个软件的对象 那这个是 OOP的一个来源 就是希望 软件的对象 能够来 表达 这个自然界 包括 企业 包括社会 的这个对象 好 那 可以让软件跟自然界的对象 可以是一对一的来对应 OK 好 那这样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软件的架构咯 OK 所以 接下来就是 当我们看到对象 那怎么去定义它的类 比如说 我们看到了 是一只鸟 或者 是一张桌子 是一张桌子 好 那我们 怎么在软件里头定义一个class class 定义一个class 叫desk 定义一个叫desk 好 那这个就是一对一的 把对应过来 那这就是 OOP的一个 基础的 概念 所以要定义 类别 然后呢 来产生 对象 然后呢 这个 有取得对象的参考 这个 后面我们再来收 所以呢 就会衍生出来 有构造式 construct 就是 拿类呢 来产生 一个 来创建 这个create 一个对象 create 这个object create 还有这个对象 OK 那这个对象 才是对应到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桌子的类 然后这是桌子的对象 那因为桌子呢 可能有圆的 可能有圆的 那有方的 所以这每个 每一张桌子叫做一个对象 然后桌子这个叫做一个类 一个类别 就是这个是归到整个桌子的 那么 那你如果看到这个椅子 对不对 那椅子呢 跟桌子呢 就不同类了 椅子呢 椅子 跟桌子就不同类了 那椅子呢 也有很多种 也有这个摇摇椅型的 这种沙滩型的 这个椅子 对不对 沙滩型的 这个椅子 OK 好 那个每一张椅子呢 都是一个 对象 那么 我们也会定义一个class 叫做chair 这样的一个class OK 那 我们也会拿这个来 创建这个对象 拿这个class呢 来 这个new 或是create new 这个object 然后这每一个 都是 一个object 那这是一个class 这一类 这归到一类 这归到一类 有没有 就像你把人 归到好人 跟坏人 好 好人里头有很多个 坏人里头也有很多个 那这个叫做类 一个叫做对象 OK 那我们就在软件里头呢 要来创造对象 来对应到 我们 自然界 或是企业界 当中的 这个对象 OK 那我这边 那在第二章也说明了 这个 什么叫做 小小类别 就是对 类座小小的分类 譬如说桌子 又分为 办公桌 跟这个休闲桌 或者分为麻将桌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小分类 叫做子类 所以呢 我会说明 enjoy在子类 跟这一个基类 之间到底怎么 怎么分 所以基类比较大 我们称为 这个基类 这个 譬如说 这个是desk 就是说 这个是desk 然后呢 它就分为 几个小类 几个这用三角形来代表 它是小类 对不对 好 这叫做 这个 reading 就是阅读的 desk 这个小的类 然后呢 这边也叫playing 譬如说麻将桌 playing desk 或者是隐查的 等等的 然后这个 我们称为一般叫做负类 或者称为叫基类 然后呢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子类 称为叫子类 OK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子类 好 那这个是一个小分类 这个是大分类 就是说好 人分类 好人跟坏人 汽车 分类 红尾呢 吉普车 卡车 出租车 等等的 就是我们脑筋里头呢 的这个姿势的结构里头 就本来就有大小类之分 好 那么 有了这一个 desk呢 那么我们也会有这一个切 切 这个是 叫切 然后切呢 也会分 好多个小类 切也会分好多个小类 这叫子类 集类 子类 然后呢再来 这个某张桌子跟椅子 他会做结合 所以呢 这个桌子跟椅子呢 会做某种的组合 比如说 一张麻将桌 配合呢 四张桌子 这个是 一张麻将桌 配合 四张桌子 就叫三切一 OK 所以呢 这个叫做对象的组合 就是 桌子跟椅子之间的组合 关系 那这组合关系呢 在软件里头呢 也要能够对应的出来 所以我们在软件呢 要定义 这个对象 那这有 组合关系呢 还有包含的关系 譬如说 这个 麻将桌 上面可能包含的一组麻将 的这一个牌 对不对 那可能还有什么 这叫做主包含的关系 其实说 汽车里头做了一堆人 那么 汽车也是对象 车人也是对象 但是 刚刚讲的 汽车里头 有一大堆的乘客 这叫做包含关系 OK 包含关系 好再来 这个 类别呢 这个刚刚讲 这个大小类 就是鸡类子类的时候 那 有些数据 他只有他还可以存起 有些数据呢 是属于这个整个家族共享的 有些是属于私人的 那这些东西怎么去定义 那这就是 我们在这边要 帮你说明的 那么还有 这个 函数的 这个 符写 符写呢 就是说一个 像 play 英文字的play 那play呢 会因为 这一个 啊 这个目的 而表现是不同的 含义 比如说 玩猫 玩 比如说 假如这是一个class 叫猫 对不对 啊 class 叫做cat 那这个猫 他就有 很多种 这一个 动作咯 有一种动作叫猫 玩这一个 啊 老鼠 啊 这个玩这个老鼠 或是玩耗子 ok 那他玩老鼠的方法 跟这一个 玩袖球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是玩老鼠跟玩袖球 好 那么如果这个 像那个米老鼠一样 如果这个play 后面写一个 啊 这一个 啊 piano 啊 钢琴 哎 那这个叫做弹钢琴 所以呢 同样的这个 一个函数的名称 那么 在一个 类里头呢 所以这叫做 函数的 这个 附写 啊 函数的附写 ok 那这是一种 啊 这是一种附写 啊 那 那另一种附写呢 就是 当他有一个子类 啊 这一个 这一个是归到 啊 同一个类 这叫做cat 啊 这同一个类 然后 他会有 这个函数在一起 这叫 啊 复写 或者叫overloading 啊 这就重复定义也可以 啊 这是一种 那另一种就是 啊 猫呢 他有这一个 啊 小猫 啊 或是迷你猫 啊 好 这一个 小的猫 好小猫 然后呢 小猫 他 他可以 对这个猫的pray 譬如说 小猫的 玩老鼠 他跟这一个 大猫玩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 好 这边来一个定义一个class 叫做迷你猫 啊 叫迷你猫 叫迷你猫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来 来这一个 继承 这个一般叫继承或扩充 啊 啊 一天的 这个 cat 就是在 收银表达这边的 关系 ok 然后呢 这边就会 定义出 他的play ok 然后这个定义呢 这个play呢 他是 譬如说这边是老鼠 那就是 针对这一个 去把他做修正 啊 去做修正 就针对这play老鼠 去给他做修正 因此呢 得出来的就是 这个迷你猫 玩老鼠 跟这个 cat 玩老鼠 他玩的方法不一样 他玩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里头的代码 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一种叫做 override 叫复写 啊 所以呢 有两种 这个不同的意义 一种是 在自己同一个类里头呢 他是 有重复的定义 那另一种就是 指类 重复定义的 基类 函数 ok 好 那我们了解的这个 类跟对象之后呢 就来 谈谈这个JECO JECO叫做interface 叫做interface 叫做JECO 那JECO就是两个东西衔接在一起的 这叫做JECO 比如说 瓶子跟瓶盖 这瓶子 瓶子的盖子 他要把它接起来 有它的一个JECO 所以呢 这里就会 谈到这个 JECO 那么在西架架是以抽象类别 来 实现 这个JECO的 好 那么所以呢 JECO呢 跟抽象类别呢 有它既要很详细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只要是谈 JECO跟抽象类别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好 那这个叫做Dotai 叫做Polymorphism 那Dotai的话是指的是 这整个一个我们刚看到有猫 有迷你猫 然后这些整个家族呢 整个猫的家族都有共同的行为 都有共同的行为 那这个叫做Dotai Dotai就是一个 这个 一个家族呢 他不同的家族 他有共同的行为 但是 每个的行为的内涵都不一样 有共同的外形 但是 会 不同的 这一个分类 和他有不同样的 这一个 行为 有都不一样的表现 不一样的表现 就是 同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在整个家族体系呢 呈现 不一样 这一个 多样化的 一种呈现 叫做Dotai Dotai 比如说 这一个 蜜蜂 那么整个蜜蜂家族 有蜜蜂蜂 有这一个 公蜂等等的 但是 他们的 这一个 灰等等 像这种的行为 灰来灰去 它灰出来的 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的 这个 分类里头呢 它呈现出来的 那种行为 是不一样的 那叫做Dotai 这也叫做自然界的一个 重要的 一个现象 那么 用软件呢 怎么来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里就在 第八章就特别谈 这个接口啦 在上一章 只是 稍微介绍意义而已 在这一章呢 就更详细的 我们就介绍 还有这个 是属于 Class Label 或者是 Binston Label 因为 这个 某些数据 它是属于 整个家族的 比如说我们 考虑到 这个 大小分类 那 某些数据 是属于 整个家族的 比如说 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 到底有几个人 那 不是属于 每个人的 这个数据 它是属于 这个 Class Label的 那 有的是属于 Class Label的函数 那它是跟 这个 Instant Label 的函数 是分开的 比如说 刚刚谈到的 这一个桌子 刚刚谈到的 这一个桌子的分类 那 这个 每一张桌子呢 每一张桌子 都是 每一张桌子呢 都是一个 对象 每一张桌子呢 都是一个对象 那这个 这一张桌子呢 有几个桌角 那这是属于 这个对象的书记 但是呢 我们桌子 到底有几张 这个就不属于 各一张桌子的书记了 这属于 这个Class的书记 在我们这个 分类里头 在我们这个Class 桌子 这个分类里头 到底有几张 那它们有 共同的特性是什么 那 同样的 这个小分类 里头到底有几个 小分类的特性是什么 那就是归到这个类的 数据 所以 数据呢 就有这一个 啊 类的数据 就叫做 类别乘几的 数据 这英文叫做Class Level 叫做Class Level的数据 那Android里头 也到处都有 OK 就在帮你搜名 另外一个就是说 样板 或叫模板 都可以 是称为样板 或者 称为叫模板 对不对 那板也有人用这个字 用木字头的 也有人用这个字 都没关系 英文是叫Temperate OK 那这应该说明 Java 跟西加加的Temperate的用法 然后再来就是集合 集合的类别 集合的类别呢 它就是 像这一个 像这一个表格 譬如说 你一张 一张表 那么它的 这个结构呢 是 这叫Table 叫Table 或者叫做这个File也可以 档案 所以档案里头呢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很多资料 那这个 这整个 我们称为是一个集合 这是一个集合 那里头呢 很多元素 这集合呢 是来自书写的 这个Set 这个字 那里头的每一笔 叫做元素 就是说 一个File里头有很多笔 那这个笔呢 这个 很多像 很多笔资料 我们整个叫很多笔数据 那这个叫做元素 所以呢 一个集合呢 就包含很多很多的元素 OK 这元素的集合呢 就变成这个集合 那集合本身 把它定义成一个类 所以呢 集合一个对象 OK 这里再说明的就是 集合的对象 集合的类怎么定义 然后呢 在接下来到第三篇呢 这本书就帮你介绍 这个现成的对象 那在Android里头呢 现成有现成的模式 所以会帮你介绍一下 这个Android的现成的model 叫做Thread model OK 叫Thread model 这是Android的 好帮你介绍 叫Thread model 好 那么再来对象有多个接口 譬如说 这个麦当劳餐厅 那有一个柜台 那在这个屋内 这个柜台呢 就叫做一个这个 那么 他还开了一个窗户 给这个开车的人呢 可以不用下车 就可以来买这个麦当劳的餐 所以这个就是对汽车的一个接口 对汽车司机的一个接口 那这里是对内部用餐的人的一个接口 所以一个餐厅会有两个接口 OK 那这 这就是叫做一个对象 多重接口的概念 所以我这边就 一样的 先把接口概念 OOP的接口概念 告诉你 之后呢 会来告诉你加法的接口概念 之后呢 会来介绍Android的 多重接口的概念 还有C++的 OK 好 那这个 函数的这个负载 负载 所以这个负载呢 就比较偏向 我在这边就是在把你详细的 说明 刚刚只是 啊 在这里 让你做一个 在这里 我这边的负载呢 是比较偏重在这一段 就是对于这个 子类 来对G类 一个重新的定义 啊 这个 子类对G类的 就是这一章为主 只是在谈这一章的时候 也会稍微提到这一段 但是这一段同类里头的 这叫做负载 啊 这个 这个字呢 啊 叫做Override Override Override 所以这个比较偏向 嗯 这个子类 来 对G类 做一个重新的定义 叫做Override OK 所以现在把它定 分出来 Override呢 就是子类 对G类 的函数 的一个重新定义 那么这个函数的负载呢 这个Override呢 是比较偏向 对比较偏向 这一个 啊 比较偏向 同一个类 啊 同一个 这个Cat的这个类 然后呢 里头呢 有好几个 这个Pray的 函数 啊 但是 他的这个Pray的 对象 就是参数呢 是不一样的 这叫做 负载 啊 这个英文叫做 Over Loading 主要是在谈这个 OK 这是把它做一个区别 就是Override 跟Overroading 把它做一个区别 然后呢 这里就是在谈 继承跟Vetoro 那么 这个继承呢 就是说 把那个 把一些 把一些 比较属于特殊的部分呢 就是把它 独立出来 譬如说 这个 就是 汽车 但是跟吉普车有关的 把它独立出来 放在 这一个子类 那这个是跟Track 卡车有关的 分出来 那这叫做变与不变的分离 那么 另一种呢 就是把变的部分 把它 这 它两个会合在一起 就是说 这个是 它会继承下来 它会合在一起 那另一种做法呢 就是 把这个吉普的部分 把它独立出来 成一个独立的类 但是不是继承 而它是用组合 它把它组合起来 一样的 这个东西 要把它合起来 要把它继承下来 这位置是用一个组合 所以它是委托它来做事情 OK 那这个部分呢 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我在这里就先不谈 这个等到 我们这本书的最后面 我再用很详细的 这个 例子来帮你做解说 那第16章 也是牵涉到 这个 这个加瓦 跟这个西加加的组合 所以呢 这个我再留到后面 再仔细帮你做说明了 OK 那这两个部分 在这里呢 在你还没有 有这些基本的 OOP的概念之下呢 比较不好 帮你解释 所以就留到后面 再帮你做详细解释咯 好 那之后呢 会有几个 帮你更详细的基础的 那就是 什么叫接口设计 什么叫做HOPEART的结构关系 好 那这个我们都 因为 人度有点高 所以就留到最后 再帮你做 完整仔细的说明咯 好的 那我就先 帮你针对这本书 的这一个整体呢 的方向 跟内容呢 帮你做个说明咯 好 那么希望 你能够 有耐心的 能够把你的底子 建立好 那这个是 在帮你建立 这个基础功夫的 也就是 针对 这个面向对象 的这个 技术 来帮你 建立个基础 那因为这个技术呢 在各方面 都用得到 所以这方面 基础越容易 啊 基础越好 那你在面对 这个各方面的 包括 HTML 5加 JavaScript 包括 C++ Java C等等的 那你都可以 有很好的底子 来 嗯 了解他们 来学习他们 那你就是 会像说 你把这个功夫的 蹲马步 做好啦 那你学 任何一个 派系的功夫 都是假情就熟的 好 那你如果 反之没有把它学好 那你就 对你的 学武功呢 是一个 很大的限制咯 OK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